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更多人可以参与接种 目前全球疫苗施打最低年龄大多是12岁为限 幼龄的儿童施打疫苗到底有没有风险呢 现在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去证明 而目前美国即将开打的是第三剂 请向开放的是之前已经接种辉瑞疫苗的民众 来打这个加强针 而且未来可能要打三剂疫苗 才算是整个完整的接种 不过美国目前每天高达16万人确诊 就有瑞士学者警告了 未来可能会出现威力更加强大的 COVID-22新的变种病毒 一片橘色人海看不到一点空隙 这是美国大学橄榄球赛的场面 全场6.5万人跳起来 大家已经完全把疫情抛在脑后 没有人戴口罩 都忘了此时美国即将迈向4000万人 确诊大关 新冠病毒的可怕 这名染疫孕妇亲身经历 器官缺氧之下只能紧急剖腹 宝宝被迫早产 妈妈还在插管 现在好不容易康复 她打算接种第二剂疫苗 但现在在美国打两剂 可能还不够 未来完整接种的定义 可能也会滚动式调整 美国预计推动的加强针 目前可能先开放前两剂打辉瑞 拜登先宣布才说要等CDC评估就被炮轰 目前美国12岁以上的民众当中 每四个人就有一人还没打疫苗 医护人员声音颤抖地诉说每天奋战的艰辛 那现在可能还因为治疗方式要被告 出庭的是一名重症患者杰弗瑞史密斯的妻子 她说先生从7月初确诊后转为重症 她在网路上爬文发现很多人说一种叫做 医维俊素的抗剂生虫药物能有效治疗新冠病毒 于是还特地找来医生开处方签 但是主治医院拒绝使用这种偏方药物 事实上医维俊素是用在动物身上的蛆虫药 但被疯传是新冠解药家属更坚持药物有效 而现在还有英国媒体报道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免疫学教授塞雷迪警告 现在的Delta Gamma等变异株 未来可能会结合成为传染力更强的COVID-22新变种病毒 不过之后这名教授回应是被外界断章取义 他只想警告病毒还可能再突变 但目前大陆国药集团确实研发号称对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 欧美药厂也在研发中 是否真能对抗变种病毒 效用恐怕还得再评估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回到台湾了 台湾现在爆发的是新北幼儿园群聚案件 今天中和某国小又爆出确诊个案 是学童的家人到医院去陪病 最后PCR是阳性 同住的国小学生现在验出确诊CT值是32 该班的同学已经匡列隔离14天 而学校9月6号的深夜临时通知 全校要停课三天时间 可是很多家长根本还不知道 所以一大早照常送了小孩去上学 确实扑空 原本以为迟到了却在校门口被拦截 家长还一脸错愕就被急着带开 甚至早一点七点多 隔着马路喊要家长直接骑回家 因为周和这间国小6号深夜突然宣布停课三天 但太临时不止家长扑空 还有小朋友走到校门口满头问号 今天停课 不知道 不知道 会这么紧急公告就是因为出现确诊个案 除了学校停课三天 该班级学生被狂烈隔离 停课14天 全改成线上 新北卫生局通报证明学童家人到医院陪病 采检PCR阳性 同住的小孩被匡列也验出确诊CT值32 但详细资讯还得等中央公布 尽管和幼儿园群聚无关是单独个案 但校园在出现确诊 家长难免心慌慌 TVB的新闻球 小黄静云新北市报道 日本的疫情扩散之下 20岁以下的染疫率是狂飙了270% 其中确诊者年纪最小的才一个月大 当地已经第四度紧急事态宣言了 从两地扩大到了21个行政区 首相菅义伟防疫不力 民调真的是惨叠 他宣布不争取连任 成为任期只有一年的断命首相 日本南国之都冲绳县 累计确诊突破4.5万例 周一中小学才刚开学就面临抗议考验 当局要求学生分时段上学 知识玉成三宁视察医院 确认医疗系统完善就绪 东京奥运后 日本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怕运相关确诊者累计306人染疫 全日本重症病患近2200人 疫情挡不住 现在还延烧到儿童族群 这一个月来 东京儿童救育人数激增 最小的还只有一个月大 Delta肆虐日本20岁以下确诊者 从7月5000多例到了8月 暴增到近1.9万人 串胸速度是惊人的270% 我不认为这很惊讶 孩子中的病毒会发生 起初 怕运开放小学到高中 团体观赛是想培养 年轻世代健全的观念和态度 前一线两名老师率团看怕运 结果老师双双去诊 120名学生立即检测 学校被迫暂时关闭 疫情向下扩散 医疗系统瀕临崩溃 现在日本超过13万名病患 在家疗养 其中三层本应住院治疗 各地政府想办法自救 不是把体育馆改成临时医院 就是租饭店当医疗站 设置氧气站及病患收容所 而15地动起来 想解决病床短缺危机 建议委防疫不力 也反映在第四次紧急事态 原本只有东京和冲绳 之后疫情扩散 涵盖日本近半数 21个行政区 现在紧急令 考虑要再度延长 菅义伟内阁满意度 从刚接任时的62.3% 随着疫情一路溜滑梯 到了8月22号 不满意度48.7% 几乎是满意度的两倍 也让菅义伟放弃连任 现在包括安倍内阁爱将 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兼疫苗大臣河野太郎 以及前总务大臣高速扫苗 都宣布有意参选自民党党魁 日本政府抗议荒腔走板 成了压垮日本首相菅义伟 争取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菅义伟表态之后 他背后牵动的包括台日关系 因为菅义伟政府对台湾 是蛮友好的 也推动很多友台的政策 其实我们都感受得出来 因此要请教评论员是 未来谁来接棒 会对台日关系比较有利呢 又或者说谁接了之后 台日关系恐怕会生变 我们在讲说 这就是谢谢主持人 我们在讲的说 有四个人里面 我们先讲高四早苗 高四早苗我们刚才提到了 高四早苗 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鹰派 对他来讲 防中反中 就是他的一个最主要原则 当然防中反中 他这整个一个状况 他是继承了安倍的一个系统出来的 所以如果高四早苗胜选的话 当然对于整个日台关系 我们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但是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讲 有两个比较可能会当选的一个候选人 一个是岸田文雄 另外一个是河野太郎 对于岸田文雄跟河野太郎来讲 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属于比较中间派的一个人 那对他来讲 今天如果是岸田文雄 或者是今天是河野太郎 站在日本现在全国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防范的 这样的一个整个全体国民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他们在走这个路线 不会走得太偏 有可能会跟菅义伟稍微有点像 虽然大家会觉得说 菅义伟他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清台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菅义伟是一个就是许多派系综合起来的一个 一个等于说最大公约数 那因为他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今天不管是高市早苗 或者是岸田文雄 甚至或是河野太郎 因为有人会担心河野太郎 为什么 因为河野太郎的爸爸也是一个总理 河野太郎的爸爸叫做河野杨平 他是一个非常鸽派的一个人 对他来讲他是尽量不要去造成任何的一个冲突 但是河野太郎本身的话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现在还在观察 但是有点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河野太郎他本身 虽然对外关系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呢他在内部的这一些 等于说包括横向的这一些政府官员的沟通上 其实会有人会提出质疑 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在所有的派法里面 第一个要防范的就是叫石破茂 但是如果今天石破茂 他跟河野太郎去做合作的话 会不会去影响到河野太郎的一些 包括对外政策呢 必须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呢大概这三这四个候选人里面 我们要去关注的是三位 一个是高市早苗 岸田文雄以及河野太郎 但是呢当中河野太郎的一个变数 反而会是最大 好确实看得出来 其实每一个背后都有不同的影响 跟派系的问题 那当然呢我们还看到这个 金英伟表态之后还牵动是包括台日关系 因为我们呢看到说刚刚已经听到的是说 他这个其实原来是对台日关系 是比较友好的一个状况 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了 台日关系背后还有一个台海局势 这也是这一回这个相当热门的一个议题 像是刚刚提到值得关注岸田文雄 他就表示说台海问题会是一个很重大的外交难题 所以想要请教评论员的是 这些候选人现在有表态吗 立场又是如何 像您刚刚提到的是鹰派的高市的话 相信他的立场应该是比较坚定一点 没错因为高市早苗他当然是比较坚定 所以说高市早苗他的想法 他是贯彻安倍的想法 而安倍的弟弟岸信夫 也就是这一届的一个就是防卫大臣 所以大家可以从岸信夫所有的这个动作里面可以了解到 对他来讲这个部分我们是完全不用担心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 这四名候选人里面 几乎没有人去谈到了台海关系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现在全日本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是怎么防疫 防疫对他们来讲才是真正的关键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防疫做不好 经济不会好 经济不会好 今天国家安全他们就谈不到 所以在这整个一个逻辑里面 对现在所有的这个候选人来讲 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在锁定的一个focus 当然是锁定在这整个一个 这个日本的内政这一块 当然大家会担心说 那这样子的话 岸田文雄或者是河野太郎 他们会不会去偏离 我必须认为是说 因为今天不管是岸田文雄也好 或者是河野太郎也好 他们是属于中间偏右保守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家 所以对他们来讲 现在包括损个日本的民意里面 对台的友好 以及对中国的这部分的一个 算是有一点要保持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在民意的驱使之下 很难去讲说 他今天他在这整个包括防卫大臣的提出来的 防卫白皮书里面 会做大幅度的更动 但是必须要讲 在国际外交上面 其实有时候是必须要彼此的利益交换 那今天回到了我们就要去了解的 未来台积电要在雄本 要在就是竹坡 要有一个就是包括研发中心 跟要有一个晶圆厂在上面 如果今天台海之间发生任何的问题 对于日本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 所以至少在短期里面 我们是对于台海关系 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情的 好 就像那个 刚刚评论员跟我们分析到 就是说现在那不是他们的首要问题 所以当然很少会去谈 那既然不去谈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在美中关系 持续紧张之下 是有浮出台面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日本还算是被砸在中间 所以会随着他一直以来 跟随着这个美国老大哥脚步吗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说 这个对中政策是不是 干脆就顺着美方来去走了 要请教评论员 在对中政策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先撇开石破帽不谈 因为石破帽本身 它本身是比较属于 请中这一块 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 先不谈 我们先谈另外三位 高市早苗 还有岸田文雄 以及河野太郎 当中的话 其实河野太郎的外交手腕是好的 我刚才一直在跟大家 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河野太郎 对外的外交关系 跟对外的形象 还有在民众之间形象 是非常高的 但他的问题在于哪里 他必须要有 如果他万一 他当选的总理大臣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官房长官 他的状况会比较像谁 会比较像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 他对外的关系 他可以去把东西融合起来 但是在后面 有一个我们在他们日文在讲 叫女防疫 女防疫就是有点像 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女防疫其实就是当时 菅伊为所担任的官房长官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人 能够在里面 帮他把这个其他 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 横向沟通 要把他串接起来 如果河野太郎 没办法找到这个人 今天他如果是一味的 因为对他来讲 他会比较属于 跟美方之间关系 会保持比较友好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于日本的政策 日本的对中政策 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其实还是会 随着美国在起舞 那更不用讲说 不管是高市早苗 或者是岸田文雄 他们两个人的话 对于整个这个算是 对美或是防中这个政策 应该还是会应循的 从安倍所制定下来的 这整个一个 等于说 包括我们在讲的四国联盟 这些当中的一个策略 因为毕竟 这个对于日本来讲 这才是真正国家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 但是当中我们刚才把 那个石破帽 把它再拉回来 石破帽本身 它的变数就会 真的变比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的派阀 对于石破帽 都一直防范 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因为石破帽 它有时候会不按牌里出牌 万一它如果不按牌里出牌的话 对于日本的整个国防安全 会不会有影响 这就比较难讲 好 谢谢我们的评论员 带我们从其实整个日本政坛的震撼弹 转变一直到台日关系 台海局势 甚至是美中 再来到的就是候选人 到底会不会之后变成四位 从四位变成三位 都有很多的分析 也谢谢您在这个节目上 跟我们来分析了 好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是 塔利班宣称 完全要掌控阿富汗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六号飞抵的是卡达的首都杜哈 将会针对阿富汗危机和卡达 来进行对话 布林肯此行是由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来陪同 继塔利班15号宣称 完全掌控阿富汗以来 布林肯是美国到访 这个区域的最高阶官员 在卡达设有一个 美国重要的空军基地 是美国空运了 5万5千人撤离阿富汗的一个门户 布林肯团队赞许杜哈市 美国公民 驻卡布尔大使馆人员 和其他经由卡达撤离阿富汗的人 提供了便利 不可或缺的一个支援 而美国国务院就表示 布林肯不会和塔利班 派驻杜哈的代表来会面 华府将会持续的和塔利班来交涉 确保双方之间的讯息明确 再来看到阿富汗反抗军最后据点 就是潘杰希尔 确定已经沦陷了 塔利班宣布完全的控制当地 并且表示战争结束 不过对于塔利班掌权 不只是当地的女性非常担心害怕 越来越多受困当地的维吾尔族人 现在也很担心 恐怕未来会当成交易的筹码 遭到遣送回大陆 塔利班成员边呼口号 边升起招牌的黑白旗 而他们的升旗地点 就在潘杰希尔的省政府大楼 等于反塔势力 唯一据点确定沦陷 而塔利班成员不止升旗 还闯进省长办公室撕毁墙上的照片 最后塔利班发言人召开记者会 宣布战争结束并撂下狠话 警告未来绝不接受有叛乱发生 其实这几天塔利班早已表示 包围潘杰希尔 街头还能听见庆祝强声 尽管反抗军表示人控制部分的 潘杰希尔峡谷 但发言之一已证实死于塔利班之首 就连领袖小马苏德都同意 有条件和谈 尽管大事已去 喀布尔街头还是有一群人不放弃 为了捍卫女权和工作权 喀布尔街头周末罕见出现 女性上街示威 而现场果然出现持枪的塔利班分子 靠近刁难 甚至使出电极枪攻击 现在阿富汗不止女性想工作有困难 百夜萧条下过往的游乐园 如今空荡荡看不到一丝欢乐 其他诸如贩卖3C产品的商场 业者同样大眼瞪小眼 等不到生意 虽然目前喀布尔机场又重新运作 付飞部分的国内线航班 但还是有很多当地民众渴望逃离 特别是阿富汗的维族人 一名叫来阿富汗的新疆维族女子 尽管8月中顺利和丈夫逃到意大利 却担心娘家及夫家的亲戚都会被清算 利明阿富汗为族男子 父母1976年文革时期逃来 阿富汗现在也天天害怕被抓 根据华盛顿非盈利机构的报告指出 1997到2016年期间 至少有851名维族人 从23国被遣返大陆 加上目前塔利班和中国交好 越来越多人担心会被当交易筹码 不止维族人 传出已经有滞留当地的美国人被当成人质 塔利班掌权下的阿富汗 显然还充满不确定性 罕奸获得留任的喀布尔市长坦言 统治战后国家绝非易事 而另一名转为英国军情六处间谍的 前圣战士更断定塔利班绝不会变 最后很可能会继续支持理念相同的基地组织 全球恐怖威胁恐怕再度崛起 TVN新闻综合报道 持续回来我们要看到英国最新研究指出 俄罗斯正在以有组织性的 针对全球16个国家 32个著名的新闻媒体网站留言 试图要影响全球的舆论 英国的卡提夫大学犯罪与安全研究所发现了 英国每日邮报以及泰晤士报等知名媒体 都有受到俄罗斯这波舆论操控 发布大量亲俄罗斯以及反西方的留言 而且研究显示出 相关的网络言论操纵 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早在2018年就展开 只是近期才被发现 俄罗斯更试图透过网络影响月底的德国大选 外交部发言人扎萨就表示 俄罗斯的骇客组织 一直透过钓鱼等多种的手法 窃取了议员个人登陆资料 认为相关网络攻击 可能和选前散播假消息是有关系的 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抗议 有时候嘴馋想要吃零食 那你不用走去超商或者是投饭卖机了 因为现在在德国就有开发了一个行动零食车 在路边你随招随停 车上贩售的是包括饼干巧克力饮料 用信用卡或者是手机感应都可以付款 这行动零食车无人驾驶 整辆车安装了32个感应器还有雷达 能够随时的监测周遭环境确保安全 德国克隆街头出现一辆无人车 不是载人也不是载货 而是装了满满的零食 就像计程车一样随朝随停 车子储窗里多达32种饼干 巧克力和饮料 价格和贩卖机一样 但不需要准备零钱投币 用信用卡或是手机靠近感应付款 轻松完成购物 这个由德国大型连锁超市 Revet推出的行动领事车 在欧洲首开先例 车辆在预定路线上自动驾驶 整部车安装32个感应器和雷达 用来测量距离 确保行车安全 我们有无法相关的零食 我们有无法相关的零食 这听到现在很难 但是这就不错 有何连接触器 三个人在通过 我们有车辆梦 我们有一些电源 由于其他车辆车辆 可以带我们 很高的远行 这代表 这时 如果人们一路出面 或者或是往后 走后 他會比較輕鬆 然後把自己扭動 Rivet找上電信大廠 Vodafone合作 運用最新的5G科技 套11年半 聯手開發出行動臨時車 選在科隆作為測試點 目前已經試行了200公里 兩家公司都以安全考量為優先 我們當然使用這機器 來測試和試試 今天有在焦糖的規定 行動臨時車將繼續測試到10月 提供所有德國民眾使用 無人車技術改變未來的購物模式 而在美國後疫情時代的缺工問題 渴望以租建機器人解決 來到加州這家塑料工廠 名為Melvin的機器人 以機器手臂從輸送帶上取物 動作流暢完全不需要人力監工 他是幸苦一間新創企業 提供的機器人服務 工廠不需要花大錢 採購自動化設備 有需要時用租的就好 Melvin runs 24 hours a day All three ships And that replaced three full operators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wages quite significantly this year because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luckilyMelvin has not increased his pay rate he doesn't ask for a raise 租用機器人設備 可以小時計費 也可以月租 讓小工廠免去承擔資金風險 So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you should be able to pay for a robot like you pay for a worker instead of paying fiv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all up front and taking three or four years to recoup the cost of that one-time big investment our model allows you to pay on a monthly basis 2100 dollars a month which is a fraction of the cost of a typical human worker 儘管機器人只能執行 重複性的簡單任務 但是把相對枯燥無聊的工作交給他們 有助領工資的人類提升更多技能 由機器人來輔助 而不是被取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大家印象中 去看演唱會就是你到現場 然後找位子然後坐下來 可是現在可能不太一定了 新時代來零把容積攝影技術 應用在了演唱會上頭 結合的是類遊戲加上沒有限制的特效 更關鍵的是什麼呢 能夠自己調控360度 以不同角度來看一下台上的歌手 同樣是演唱會 卻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聲光音響到位 但這角度不喜歡嗎 沒關係 滑鼠動一動 轉過來 從這邊看 360度舞台 不管想從哪一個視角 欣賞台上藝人演唱 拉近拉遠 甚至飛起來俯瞰表演 都沒問題 聲光音響是基本 化身電玩虛擬角色 自己操作探索 身在超限制的特效更好看 為每個觀眾客製化觀賞 打造全球第一個全息音樂互動平台 歌手以360度全息的方式呈現 打破傳統觀賞樂團 和歌手表演的模式 結合類遊戲加上容積攝影 體驗一場創科技 新時代的演唱會 揭秘幕後關鍵就是它 環顧四面綠色不僅搭設而成的拍攝環境 圍成三公尺的圓 藉由八支立柱搭配32支攝影機 真人只要在360度環場攝影棚內拍攝 一舉一動都可被容積捕捉建模 不止每個角度每個細節都到位 後製效率更比一般傳統動畫建模技術 快5到10倍 再利用虛實加強結合 就可以把不可能變可能 所拍即所得 一戰式產製3D模型 目前全球只有法國日本美國3D點 設有4D views的容積攝影棚 這回靠著台灣民間企業 啟用亞洲第三座 也開啟了科技新紀元 不知演唱會不一樣了 全息MV更打破傳統MV框架 將觀看的主動權交出來 帶領觀眾進入歌曲的世界 音樂MV觀賞形式再進化 仔細拉近看 藝人的相貌可是真實呈現 一點也沒有以往傳統的動畫感 除了說音樂的方面 音樂MV 音樂表演 還有時尚界運動界 其實都越來越多在國外有容積攝影使用的例子 這其實都顛覆我們以前所有的對影像經驗 大家平常不知道鼓手跟Keyboard手在做什麼的話 就可以特別拉過來看一下 原來有這個樂的手 他們有在演奏樂器 有時候我們表演 然後我們可以轉身 然後在那邊偷偷休息一下 但是這一次都是所有角度都看得到 所以就知道原來我長這樣 從過去的2D 3D 如今進化到一戰式360度動態鼓捉 顛覆對視覺的想像 延伸感官體驗 搭造數位新時代 這一場Z世代的音樂饗宴 已經正式踏進你我世界 天然新聞 鍾德榮 從而越台北採訪報導 聯盟的成員國波蘭捐贈了台灣40萬劑的AZ疫苗 5號才剛剛運抵的是桃園機場 衛福部長陳時中還和波蘭代表親自去迎接 總統府也對此表達了感謝 沒想到波蘭的外交部長 茲比格涅夫拉乌 他在當地時間6號的時候 在立陶宛的首都公開的表示 波蘭並不承認台灣獨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後續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很多次都強調要共同富裕 要來縮短他們國內的貧富差距 這也讓大企業都紛紛表態要捐錢響應了 對此外媒BBC就評論 大型的民間企業恐怕會成為帶罪苟養 剛成立的北京證交所就落腳在北京的金融大街 我背後這棟大樓 它的註冊資本額約和台幣40多億元 目標是成為中國版的納斯達克 它主要是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 有直接融資管道 有陸媒評論認為 也是習近平提倡內循環共同富裕必要的一環 你有聽過最近在說的共同富裕嗎 沒有 午餐坐在路邊解決 對都市打工人來說談富裕太遙遠 但賺保企業搶著捐錢 阿里巴巴騰訊各捐1000億人民幣 電商拼多多捐15億美金 京東承諾加薪 外賣巨頭美團還在反壟斷調查 自證會有天價罰款 英媒BBC解讀 大型名氣成為貧富不均的代罪羔羊 但大陸官方澄清 共同富裕並非殺富濟貧 第三次分配是在資源基礎上的 不是強制的 根據外媒統計 今年習近平提共同富裕至少65次 以遠超去年一整年的30次 在這樣一個微妙的時機 來強調這一點 解決社會問題 或政治問題是它的主要的出發點 它並不是為了會對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嫌富起來 在40年後習近平時代 似乎已走到轉折點 TVH雄 林隆士陳永文北京報導 接著要帶您看到的則是漫威系列的電影 首部的華裔英雄片上氣 雖然在上映之前 平平就因為男主角的外型 因此受到了不少的批評 不過在上星期五首映之後 搭上的是美國勞動節的假期 才短短三天 他北美的票房就已經達到了7140萬美金 家族的牽絆造就華裔漫威英雄的不凡出身 有堪稱引定梁朝偉 男星劉思慕挑大梁 漫威首部亞裔英雄電影上氣 上映短短三天 票房標出好成績 美國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為勞動節 通常並非影業的重點節日 漫威英雄片一般不會選擇在此時首映 不過遇上疫情攪局 顛覆電影院生態 上氣首度渗水溫 沒想到首個週末票房 甚至超過2019年疫情前的數字 引入東方世界的功夫元素 上氣除了北美票房表現不俗 全球首個週末票房也有1.28億美金 而依照漫威慣例 最後英雄大集結的可能性也很高 對此男女主角都抱持高度興趣 但挑戰還在前頭 上氣至今在中國大陸還沒獲准上映 根據美國CNBC報導 原因可能與電影懸角和依據的漫畫系列有關 大陸身為漫威電影關鍵市場 佔全球總收入的10%到20% 有見於黑寡婦在串流平台 迪斯尼和戲院同步上架 被女星史嘉雷 喬韓森以收入弘利受影響 一撞杠上法院後 上氣將在戲院上映45天後才轉進串流平台 然而變種病毒的威脅持續存在 美國營業的股價過去三個月平均下跌30% 美國目前電影院的確恢復營業 但入內觀影人數限制仍然嚴格控管 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娛樂方式 連遊戲也受到影響 深受全球玩家喜愛的Pokemon GO 為了讓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安全玩遊戲也做出不少改變 與任天堂共同開發該遊戲的美國公司Niantic 決定從聆聽玩家心聲開始著手 他們真的享受了更新的交換階段 Pokemon GO和Pokemon GO 所以我們決定保持那些增加的距離 比我們年代的距離 除此之外 玩家們經常抱怨 官方釋出訊息過少 讓不少人錯過重要慶典活動 或是每個月的明星寶可夢社群日 官方也加強溝通橋樑 在網站上頻繁更新內容 以及與玩家社團保持密切聯繫 在疫情稍微看到終點之前 人們做任何事情幾乎都要考慮到防疫 新冠下的娛樂市場正在積極轉型 因應改變中的世界 TVBS新聞綜合報導